提起神舟 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价格屠夫 没错 神舟这次又来杀价了 这台新款战神T8E642024款 i7加4070加2.5K240Hz屏 售价7999元 拼多多参加百补之后优惠力度更大 比很多4060的游戏本都便宜 这台电脑的性价比 有没有它看上去那么高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一下 先来看详细配置 处理器是14代Intel Core i7-14650HX 8个P核加上8个E核 一共16核心24线程 独立显卡是RTX4070 140W 同样是今年0.985V电压的升级版本 内存为16GB DDR5 5600MHz单通道 我这台采用的是长江存储的PC411硬盘 容量1TB 屏幕是16英寸2560×1600分辨率 100%sRGB色域的IPS屏 刷新率240Hz 价格方便 我这台4070的版本是7999元 此外还有一个4060的版本便宜500块钱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值不值呢 可以把你的看法打在弹幕上 外观部分 这台电脑和去年的战神T8略有不同 机身依旧为A面金属加上CD面塑料 不过红色的logo不会发光了 AC面换成了深灰色 看上去没那么张扬了 屏幕最大开合角度约为130度 上边框约半指 摄像头没有遮挡 下边框加上转轴约2指宽 面板来自近东方 实测色域容积为103.8%的SRGB 色域覆盖98.1%的SRGB 色准部分 平均DeltaE 1.27 最大3.11表现还行 屏幕的亮度很高 最大能够达到534nit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10.3ms 灰机13.7ms表现良好 总体来看 作为一块玩游戏用的电竞屏 它的素质挺不错的 亮度够高 色彩够用 2.5K分辨率对于4070来说也是刚刚好 继续看C面 开机键位于右上角 键盘依旧是经典风格 全尺寸方向键和小键盘都得到了保留 键程很长 回弹适中 只是键帽感觉稍微小了一点 出口版的尺寸倒是非常大 实际滑动和按压体验一般 能用的水平 最后看下地面 依旧为粗颗粒的磨砂塑料 中间有大面积的进风格山 整机重2.58kg 厚27.5-27.9mm 适配器984g 属于偏厚重的性能像游戏本 便携性比较一般 接口部分 左侧是5G的USB-A口 USB-2.0和耳麦接口 右侧是RJ45的网口和MicroSD读卡器 后侧为10G的USB-C HDMI 2.1和mini DP 这个接口简配的实在有些严重 C口不支持视频输出和PD充电也就算了 这两个A口中竟然还有一个USB-2.0 日常真的是不够用 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台电脑的外观做工并不是重点 它瞄准的应该是那些在意性能表现和价格敏感的用户 下面我们进入性能实测 首先是CPU i7-1460 HX 属于14代的HX系列 相比于上一代的i7-1360 HX 变化的地方还不少 它增加了两个P核 频率率有提升 同时L2缓存也有所增加 属于是各方面都升级了一些 算是比较有诚意了 单核性能方面 R23单线程 i7-1460 HX可以跑到2013分 相比i7-1360 HX提升了大约6% 算是架构和工艺不大改的情况下的常规提升 多核性能部分 先来看一下这个处理器R23的能耗曲线 在45W功耗下 i7-1460 HX和与它同核心数量的i7-13700 HX得分几乎一样 随着功耗增加 新的i7-1460 HX逐渐拉开差距 看来新的缓存设计和改进的工艺 能一定程度上增加高功耗场景下的能耗比 在115W功耗下 i7-1460 HX相比i7-13700 HX提升了6.2% 相比i7-13650 HX提升了13.6% 总之 相比和上一代几乎没什么差距的i9-14900 HX 我觉得i7-14650 HX的升级幅度还是可以的 如果不限制功耗 让这台电脑放开跑呢? 15轮R23循环 第一轮能跑到24500分 之后会稳定在22600分左右 从跑分时的Log可以看到 首轮CPU功耗可以跑到160W 然后逐渐回落到143W 从第四轮开始趋于稳定 功耗基本在125-130W之间 跑分时CPU几乎全程维持在98度 性能调教非常激进啊 GPU方面 战神T8搭载了最高140W的RTX4070 最大电压0.985V 最大频率2565MHz 实测SaniMark Time Spy 12978分 FSE 15385分 Superposition教室7429分 相比去年最大电压0.925V的4070 提升了大约7% 相比4060的差距来到了20% 总算是能拉开一档了 下面来看应用实测 网游部分 原生2.5K分辨率下的COD20 可以跑到81帧 FF14和APEX都能达到100帧以上 流畅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同样我们也测试了1080P分辨率 和低化质下的成绩 追求极限帧数的朋友可以参考 大型单机游戏部分 2.5K分辨率下 除了2077和战锤3DLC 这种特别吃配置的游戏 其他项目都能跑到一个很流畅的帧数 相比我们之前测过的4060机型 平均下来大约能提高15% 而在1080P分辨率下 帧数会高很多 三个游戏都能超过100帧了 Adobe软件方面 PS1074分 PR8192分 感觉单通道内存 对于这些生产的应用来说 还是有些限制的 建议自己加装一根 组成32GB双通道 另外 Spec Workstation的成绩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比较奇怪的是 存储的成绩跑不出来 大家可以自行暂停查看 总的来说 新款战神T8的性能表现良好 虽然今年游戏本的CPU和显卡 总体升级幅度不大 但是这台电脑所搭载的i7 14650HX 以及0.985V的RTX4070 都刚好是性能提升相对明显的型号 这就让它相比去年的游戏本 还是多向前卖了一步的 这台电脑无论是玩大型游戏 还是自己升级内存后 用来做各种创意设计工作 在性能方面都是没问题的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这台电脑拆机不难 卸下底面螺丝即可解开后盖 可以看出这个内部设计还是比较粗犷的 空间利用率有待提高 电池容量为73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讯长成绩为5小时44分钟 原装硬盘是长江存储的PC411 和1TB的智态7100采用的是同方案 实测连续读7100写6300 缓外写入也有1.5G 可以说是不错的硬盘了 左侧还有一个闲置的硬盘位 可以自行加装 无线网卡是Intel的AX211 支持WiFi6E 实测网速很快 下载能够达到1.6G 其他数据可以看图 内存来自美光 16G单通道DDR5 5600MHz 内存插槽为叠放 可以自行加装一根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双风扇6热管的散热模组 其中一根热管是给供电和南桥部分散热的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它的表现 单烤FPU CPU维持在98度 功耗115W P核3.7GHz E核3.2GHz 单烤显卡 RTX4070维持在84.2度 功耗140W 频率2145MHz 双烤CPU97度 功耗80W P核2.9-3.0GHz E核2.6-2.7GHz 显卡88度 受到温度强的限制 功耗116W 频率1920MHz 这个双烤总功耗已经很高了 将近200W 不过核心温度实在让人有些担心啊 那我们尝试再把它垫起来双烤 此时CPU98度 功耗在83W附近 显卡87度 功耗120W左右 可以维持在200W以上 可以看出机器的功耗设定上限是比较激进了 表面温度部分 键盘中间靠上有一片高温区 最热的键帽达到了47.2度 大部分区域都在41度以上 热感比较明显 WASD键倒是挺凉快的 只有33.5度 比表面温度更极限的是噪音啊 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达到了62.1分贝 明显比其他游戏本高出了一截 测试的时候感觉像站在瀑布下面一样 总的来说 战神T82024的散热表现一般 它的功耗设定是比较激进的 但是噪音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核心以及表面温度明显偏高 如果用它来玩大型游戏的话 戴上耳机、外接键盘是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你自己在控制中心里 手动调节一下转速也行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 这是总结的三大为确定 各位各位参考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这台战神T8还是保持着神舟一贯的风格 在核心配置上给的比较足 不到8000块 就能买到1400i7HX 加上4070 加上500尼特的2.5K屏的游戏们 如果要追求游戏性能的话 那它是值得考虑的 不过在价格下探的同时 它也存在一些可能影响使用体验的短板 这比如噪音偏大 接口速率低等等 反正这个价位上确实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具体怎么选择 就要看你有多在乎这些优缺点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美东特后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的报纸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